一名年轻女子为何被反锁在出租屋内 我就立马去拉那个门开不了了 老乡见面四处游玩 愉快之情 她为何独自哭泣 因为我太相信她 我以为是老乡 我不知道她到今天背叛我 民警迅速反应 真相逐渐浮出水面 年轻女子究竟有着怎样的遭遇 敬请收看本期平安365 2016年3月5日上午9点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110指挥中心接到报警电话 一名叫周兰的女子 自称被人反锁在出租屋内 她一直让民警快点去解救她 接到报警后 轮教派出所民警迅速赶往案发现场 到了现场之后就看到出租房 外面的那个挂锁 用一条铁线流起来了 所以外面是不能打开的 民警立刻打开房门 的确发现一名女子被关在了出租屋内 当时那个女婿其实是比较紧张的 她还讲到不能追究对不起老公的事情 不能做对不起丈夫的事情 难道不仅仅是被反锁在屋内这么简单 周兰到底经历了怎样的遭遇 将她反锁在屋内的人又是谁呢 民警经过一番安慰和耐心询问后 周兰道出了事情的原委 2016年2月29日 也就是受害人周兰报案的5天前 她接到了老乡刘洁打来的电话 刘洁是周兰的同乡 38岁已在外务工多年 她说她有工作 她说4000块钱一个月包吃包住 听了刘洁的话周兰非常心动 身为一位母亲 由于经济条件不足 两个孩子被前夫养育 在与前夫分开后 周兰交往了一个男朋友 准备重新组建家庭 一个完整的家 让周兰认为可以将孩子带在身边 于是她想多挣点钱 给孩子创造更好的物质条件 需要给孩子 就是看我的能力 能拿多少就给多少 介绍人又是自己的老乡 周兰想到 在广西老家外出务工的机会 都是老乡之间相互介绍的 她觉得应该把握住机会 于是立刻购买了一张 从广西去往佛山市顺德区的车票 反正就过来吃饭 吃饭了就去手机店看了一下 她就说做朋友一样送 听刘洁说 要赠送礼物给自己 周兰觉得没有必要 但也没有多想 认为这只是老乡见的嗜好 两人逛完首饰店后 刘洁把周兰带回了她的出租屋 周兰觉得奇怪 不是工厂包持住吗 我说宿舍在哪 她说宿舍那些好脏好乱的 她说不要在宿舍里面住 在她那里住 她在厂里面住 她说白天回来几个早就可以了 周兰虽然觉得不太合适 但看到刘洁那么热心地帮助自己 两个人又是老乡 于是不好意思拒绝 听从了刘洁的安排 住在了出租屋内 她就是叫我在那里 我就在那里 老乡嘛 出门在外是不是 第二天 也就是2016年3月1日一早 周兰打算跟随刘洁到她所在的工厂 去看看情况 抵达工厂后 周兰面试很顺利 一次通过 当天就可以上班 周兰看刘洁果然履行诺言 介绍了一份好工作 和刘洁愉快的相处 每天晚上7点上班 早上6点下班 回到出租屋补觉 刘洁也遵守她的承诺 只有晚上上班前 才会出租屋洗澡 之后立刻离开 直到2016年3月3日傍晚 正躺在床上昏睡的周兰 突然感觉不对劲 面对变故 周兰瞬间清醒 并激烈反抗 可刘洁去用腿使劲压住周兰 不让她有所动作 周兰的反应 让刘洁愤怒起来 开始对周兰进去威胁恐吓 声称要告诉周兰的男朋友 说她在外面乱搞男女关系 周兰不为所动 刘洁瞬间撕碎了周兰的衣服 我就在那里哭 她就甜言蜜语的说 她说会比我老公更好 她甜言蜜语弄得我 整个脑子一片公牌 年轻女子独处异乡 突凿强暴 面对甜言蜜 她会做何选择 请继续收看平安365 被伤害的周兰 向尽快逃离出租屋 可当周兰准备离开时 新的困境出现了 我都说我要租房子 就是她拿着我身份证 她不让我去 不给我去 她说发费太大了 她说她如果 我不这样子给她那个面子的话 对不起老乡 没有身份证 周兰就无法出去租房 那么周兰的身份证 又怎么会在刘杰的手中呢 原来是两天前 周兰跟随刘杰去工厂面试的时候 刘杰声称帮周兰办入场手续 暂时拿走了她的身份证 她说厂里面需要 我也不懂啊 我也没进过床 我迷迷糊糊的就给了她 周兰向刘杰索要身份证 可刘杰一边推出身份证 还没有拿回来 一边在旁边不停地道歉 并承诺好处 最终周兰心软了 不想那么那么大 毕竟是一个老乡嘛 是不是都要回到那个乡下的 不想弄那些丑闻 拜自己的名声 身为单身母亲的周兰 考虑到自己的名声和两个孩子 于是当晚 两个人相安无事地去上班 第二天一早下班后 刘杰还主动带周兰出去散心 买那两件衣服去高明 刘杰认错态度特别诚恳 又承诺以后住在工厂宿舍 不再伤害周兰 并给周兰买衣服向她道歉 周兰认为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 并不容易 又是同乡 就当作此事没有发生 他既然能帮我找到一份工作了 我心里面想是这样子的 他做第一次 如果得了我的教训 不会有第二次的了 此事的周兰再次相信了刘杰的承诺 然而让周兰没有想到的是 仅仅过了一天 危险再次来临 下班 回来他说要在这里煮个稀饭吃 周兰同意了 可刚回到出租屋 刘杰就提出了更加过分的要求 说既然两人已经发生关系 可以继续这种关系 周兰拒绝了 刘杰开始威胁周兰 如果他不顺从就打死他 周兰的话也很没路 就见刘杰拿起电视后面的一根棍子要打他 周兰见状非常气愤 一把夺过棍子 我就迷迷糊糊的 我就不知道打他在哪里 他就不服气 就拿着那个手机 拿着一个鞋 他就跑出来 周兰看刘杰走了 打算趁刘杰不在 赶紧离开出租屋 我就立马去拉那个门 开不了了 他死锁住 我也不知道外面怎么锁 周兰顿时慌的起来 立刻找到自己的另一部手机 并决定报警 了解事情经过后 民警开始调查取证 那么周兰所述的是否属实 他的老乡刘杰离开出租屋后 又会躲藏在哪里呢 接着报警之后 我们还就到现场真诚去授杀 同时也根据现场捆绑 那个铁门的铁线 以及闲人要用来打 女婿局的铁棒 都取回来了 民警虽然从出租屋内 取回了一些物证 但还有一部分 与案件相关的证据 却已经不在案发现场了 第一区强证的时候 当时留下的警局 承担女婿局的副外 嫌疑人当时也已经是 打到那集中里面去 已经处理掉 佛山市顺德区轮教派出所 立即阻止警力 一方面对提取到的物证进行查验 一方面想办法核实嫌疑人的身份信息 分析器多仓地点 经过初步调查 周篮所述基本属事 那么白天嫌疑人刘洁 一般会在哪里活动呢 就在民警商量如何找到刘洁的时候 受害人周篮提供了一条重要信息 这个嫌疑人就可能不知道 8万人已经报警了 就打电话给这个受害人 看到刘洁的来电 周篮没敢接听 找到民警询问该怎么办 然后我们让事主就跟他联事 让他不要起一个疑心 周篮按照民警的要求告诉刘洁 他还在出租屋内 刘洁提出暂时不会出租屋 晚上直接上班 让周篮待在出租屋里 好好考虑私了的事 民警根据两人的聊天内容进行分析 认为在傍晚刘洁上班时 是最好的抓捕事迹 他们先侦查了工厂情况 闲人工组的单位 对我们撒去范围 作为一间大厂 工厂的范围也比较大 也很方便我们去安排了 我们的侦查人员真诚盯销 人流量大 一方面便与民警侦查 另一方面也造成了抓捕的困难 民警担心在大门口实施抓捕 嫌疑人刘洁会趁乱逃跑 因此安插了两组人员 一组在大门口守候 随时通报消息 另一组在嫌疑人工作的车间进行蹲守 当时是没有要急诈捕的 而且等到嫌疑人回到机器的工位之后 等到司机成熟了 我们就对他诈捕 嫌疑人设局环环相扣 受害人阴和放松警惕 请继续收看平安365 犯罪嫌疑人刘洁 男广西人 李懿有三个孩子 民警在审讯时 他拒不承认自己的所作所为 刘洁所编的谎话漏洞百出 称自己是热心地帮助周兰介绍工作 周兰也是自愿与自己发生关系 当办案民警将物证上提取的指纹结果 摆在刘洁面前时 他还是拒不承认 我不太会说话 在与刘洁的沟通中 民警发现 他比较在意他的母亲和三个孩子 就以此作为突破口 刘洁的心理防线最终被攻克 如实交代了自己脅迫周兰的事实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6条规定 以暴力 胁迫 或者其他手段 强奸妇女的 出三年以下 十年以下有吸收刑 根据这个案子 学员 使用 威胁的手段 对女士局 真正强奸 已经 实际了 构成那个强奸罪 此案已移交 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 那么周兰为什么如此信任刘洁 他们又是如何认识的呢 就是建了一个朗男 文明交由群 然后他进入群里面 然后他就交了我 所以想通过那个QQ聊天 问他有没有工作在这边 要结果那个行业就 顺势而上就 帮他找工作 刚开始时 周兰没有相信刘洁 对于陌生人的邀请 他比较警惕 仅仅加了刘洁为好友 经过沟通后 周兰发现 这个男人竟然是自己的老乡 两个人的家只隔了一个村落 而刘洁在与周兰的交流中 也不停地表达善意 他们的脾气就 交流啊比较多 可能多去的交流 有共同的语言 我以为老乡嘛 就相信吧 两人经过了解 发现双方都已离婚 而且都有小孩 相似的经历让两个人无话不谈 周兰对刘洁也更加信任 那么刘洁在与周兰聊天时 是否就已经有所企图了呢 当时抱着是朋友的目的 有没有想和他处对象 那个时候有没有 那时候 有一点点 原来在与周兰闲聊中 刘洁就已经开始喜欢周兰 刘洁为了与周兰在一起 一直想找理由与周兰见面 当他听说周兰因为经济原因 孩子被潜伏抚养 刘洁觉得可以以介绍工作为由 引周兰上钩 我把那些厂那里的 上班时间还有发工资的什么的 就要跟他说了嘛 他下来了 刘洁为了增加周兰对他的好感 不仅赠送礼物给周兰 还带周兰四处游玩 正是刘洁一系列的所作所为 让周兰放松了警惕 住在了刘洁的出租屋 他老实说 他要做人做个承诺 因为我太相信他 我以为是老乡 我不知道他到今天背叛我 等周兰住下后 刘洁趁周兰建工的时候 找理由拿走了周兰的身份证 让周兰无法离开出租屋 直到2016年3月3日 刘洁认为时机成熟 胁迫了周兰 类似周兰这样 通过网络交友 心理防范比较薄弱 导致身心受到伤害的案件 全国各地时有发生 2015年3月13日 辽宁省东港市 一名叫楚丽的女子 应约去一位 王山认识的女性朋友 许娜家 楚丽进门后 发现许娜的男朋友也在家 楚丽觉得意外 但也没有多想 三个人就一起喝酒聊天 可许娜突然把楚丽 拉到卧室 请楚丽帮忙拿 橱柜上的东西 楚丽虽然疑惑 但还是伸手帮了忙 不料瞬间变故发生了 许娜的男友 从背后按住楚丽的头 许娜就用手 按住她的双腿 最后 两人用事前准备好的绳子 捆住了她的双脚 捡了她的衣服 楚丽被胁迫拍摄裸体视频 许娜及其男友 以此威胁受害人 卖淫 替他们挣钱 2015年3月16日 楚丽趁两名嫌疑人不在家 成功逃脱 并向东港市公安局向阳派出所报案 最终民警成功抓获 两名犯罪嫌疑人 因此公安民警提示 网络交友 可以从安全的角度 把握以下几个原则 上网必须要 从保护自己个人的隐私方面来出发 如果需要会面的话 一定要谨慎 不要选择 私密的场合去见面 一旦受到不幸或者侵害 应该及时向公安机关报警 2017年4月3日 江西省宜春市 有一名七岁的小女孩 因为贪玩 卡在了自家二楼的防盗窗上 索性有一名小男孩 正站在一楼的平台上 用肩膀撑起女孩 以防她坠楼 虽然男孩用身体 给了女孩一个支点 但是她的臀部 仍然被卡在防盗窗的 不锈钢管之间动弹不得 江西省宜春市明月路 消防中队的救援人员 对防盗窗进行扩张 安全地救出了女孩 去找解 男孩今年12岁 是卢州小区的学生 看到女孩被困 通知了门卫后 便爬上房顶脱举女孩 直到女孩获救后 她才在安全省的保护下 离开现场 不知了 你做的事 什么人 在场面 这阴图 受到小区的